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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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打開中國國庭報告的我們的告載 男人睡得好嗎 好 好 你如果說男人睡得好 我要相信 因為我相信男人這天幫你操練 你可以回味到你以前讀書的時候的情形 男人是絕對大家睡得好 這個要開始說中國國庭報告的時候 打開第一顆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故事 這個小小的故事 中國的總理 麥克爾來訪問中國發生的情形 我說不要說麥克爾 還有一個是美国在中國的大使 就是洛家輝 洛家輝要去美中國求人的時候 帶他們的孩子 跟他們太太坐飛機 坐飛機的時候 還沒穿她的衣情 自己派一個背包 和孩子去Starbuck Starbuck 我們現在很多台北市 台灣都很流行的 賣咖啡的地方 他要買咖啡 買咖啡的時候 他那咖啡有一個咖啡的優待券 有嗎 他拿那個優待券 要給他 要給他 可能可以給他幾個錢 但是 那個賣咖啡的店員 看起來說你這個不能換 所以他怎麼 他另外掏錢來賣咖啡的錢 各位這現實要的事情 如果我們是中國的官員 看到那個官員要來買咖啡的時候 不要說優待券 你就乖乖 聽咖啡給他喝 對不對 但是呢 一個美國的官員 欸 大中國的大衣 店員 沒差別 你照規定 我們民進府也是一樣 所有的事情都要照規定 他呢 坐飛機的時候 他也是坐普通倉而已 到一後 他也是 當然那有公務車 但是公務車 一後呢 他所有的是什麼 是都照一般人 你吃飯也是去普通的餐廳 如果跟中國的官員 是完全不一樣 各位 今天 我們這個上課 第一 裡面說 那個 台灣民政府的公務員的 政治告知 這跟各位說 你不能說 跟我們做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要跟我們所有的官員 所有的民政府 後來未來的 行政官的官員說 大家後來一定要請人 各國一般西方世界 所做的那裡 好像 我剛才跟各位說的 中國的航空母艦 有1000名 一天吃10噸到12噸的食物 但是美國的航空母艦 裡面有6000名到7000名 一天吃的食物也是10噸到12噸 你看看 一樣 一樣 吃東西 1000名吃的食物 和6000名吃的食物 8噸 可見 中國吃得到 我們台灣 他們說 這方面 也要把他們學 要把他們學 我們過去 他們說 有很多機會 都浪費 實在不行 吃多少 玩多少 各位 你自己的心裡 要記這點 我個人個人 這點我非常注意 一杯水 我一定要喝完 有時候 如果水 用水 杯子 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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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是在找你喝 用杯子 所以其實小地方 我希望大家 一樣 要注意 這是普通的行為 做 這個 這個 中國的總理 他做的事情 你有看 他說 你知道這個米包 在那個 飯店的 自助餐的米包 自己要切 他切 切的時候 那個米包 浪在肚子 浪在肚子 肚子 他拿起來 放在肚子 裡面 當然他要看 整形 肚子 如果很清潔 還沒有淡淡 落下去 當然是 拿起來 肚子 說是淡淡 落下去 那就不要滴了 那是一定的 我不是說 叫你說 就一定要放你來看整形 但是這個沒有這個 大飯店 肚子 應該是還算是乾淨 這個總理 拿起來 放在他的餐盤裡面 這是一種的 普通是說 雍生的 我鼓掌 這個人也不是說 要挑戰 看著說 他挑戰這樣做 所以 這是 這次 要讓台灣民政府 現主席 所有的 未來政府的官員 做一個參考 我們大家 好的所在 我們就要給他 所以 再來就是 說一個 國際的 這個 占領的法律 翻過去 再翻過去 第三 但是第三 這裡有 第一 國際占領的法律 各位 我們 這兩次 初期班 跟國際班 好的就是 這個 占領的法律 我們所有的 我早上 和各位 祖日 和各位說過 我們學的是 占領不能移轉租款 這是國際法的規定 占領不能移轉租款 這是國際法 尤其是建政法 名文規定 說到這個 建政法 所有的建政法 是有五個單位 所造成的 第一個就是 海牙第四公約 你如果有賓 你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筆記 不然我相信 你回去也不記得 還有當時 湘湘 這五點 說到我會 漏一點 所以各位 你要記 海牙第四公約 第二 就是 日內瓦和平公約 日內瓦和平公約 第三項 就是 紅十字會 總章程 紅十字會 總章程 有關建政的部分 有關章程的部分 這是建政法 第四項 這個建政法參考的所在就是 美國 最高反應的判例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 這個判例 有一百多個判例 第五個就是 美國陸軍總署 六軍總署的野戰手冊 這有三千幾條 所有的建政法 就是這五點的貼 或是那個規章所造成的 所以 我沒有說 叫你去託這五點 我貼你都託好了 所以這五種所有的結論 就是寫在我們的 新台灣論裡面 所以我一直 拜託說 這個新台灣論 你應該要有 如果沒有的時候 他還沒說 很遺憾 就是說 你在這裡這麼辛苦 撻金六天四晚 初期跟國際辦理 在那裡 你沒辦法說得到 阿伯你頭上都沒那麼好 我也一樣 雖然我頭上有稍微 現在機率特別好 以外 我也時間很久以後 我也會賣金 不是說賣金 我們都是普通人 不是神 所以這點 請大家來注意 現在開始 要來進入中國國情報告 各位 請你從頭 握出來 握起來 不是握出來 握不出來 握起來 中國國情報告 就是這樣 如果我來說中國國情報告 你會說 阿伯說 但是今天的中國國情報告 不是我寫的 誰寫的 是 中國解放軍 空軍上校 叫做代序 這人 他寫這個文章 是怎麼拿到的 美國西亞交互 已經將他的錄影大 一隻一隻翻 然後你們現在看到這就是 這個代序 他不會說 他也不理會 他在全中國 很多軍區裡面 都請他去握港 有一個軍區 從這個錄影大 把他撈出來 拿給我們 拿給我們 他就跟我說 Roger 這個 你們上學的時候 要說 你不要說 每個人說 中國多少次 這樣不準 給中國人 又是 開放軍 高級的官員 這樣 他來 這樣 他說的時候 就很標準 所以 這個 中國國情報告 各位你可以查看 當然他後 還有 我們每一集 他說的都不一樣 這是最愛心的 但是最近 看 這個人已經在 解放軍裡面 已經沒看到 我所了解是 北京 把他調回去 調去北京 讓他去做國文 他說 他不要再說了 你要說 你把解放軍裡面 他們叫做共產黨校 共產黨的學校 去做教官 所以這方面 最新的就是 但是 你現在看到 這是 今年 上半年 所寫的文章 他說的話 我們來討論 因為我們 兩點前後 沒辦法都討論 所以我還要驚討論 如果你們打開 打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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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幾個 打開第五項 中國國情報告 還沒有的 走去看看 都有 第五項 來 第五項 第四項 從這裡開始 今年二月 這就是今年 這是今年 2012年 今年二月 西拉蕊 去 去日本 就是含日本人 簽一個協議 就是美國要將 住在沖繩的部隊 簽到 關島 但是各位 我給你報告 沖繩 本來有 1800名的美軍 現主席最新的消息 問題是 他不要簽 美國不要簽 如果要簽 他其中的八千名 問題是 八千名要簽去哪裡 對我沒有發表 美國普通要簽去哪裡 都會發表 但是這八千名 要簽去哪裡 本來要簽去關島 現在沒有簽 要簽去哪裡 你有看到他要簽去哪裡 台灣 台灣 不錯 你們中國更厲害 你看 這是什麼意思 他自己問的 那個 戴旭說的 你沒有 後面還有沒有 這是王 那個王組長 你騎著我看 我沒看過你 台南州的酒店王組長 有簽到嗎 有 有 我們現在的酒店 都很簽到 鄭組長有來嗎 鄭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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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後來就我們簽到的鄭組長 要最好 來 他簽到的關島 這是說 在中國跟日本的中間 再也沒有一個勸架的 他的分析很有趣 你看看 他再說 這就是說 中國跟日本 基本上 處於面對面的狀況 你看 問題來了 現在如果關島 他那個 沖縄的 部隊簽去這個關島 時 定義是中國跟日本 民對民要搶 如果民對民搶 就是現在現主席的 像那個 尖閣群島 釣魚台 經營還是發生 所以他這個分析有利嗎 有利 他以前他就看到 你知道 美國在這個 在日本的 本島的駐軍 多少人你知道嗎 你給我看看 你知道嗎 14萬5千 日本島 在本島 橫須賀 14萬5千 橫須賀 這個所在是美軍的 重要的基地 這個基地在去年11月份 有邀請我們台灣民政府 派代表去參加 美國和日本的 會議 友好會議 我們也去參加 雖然你們在樓下 這裡也有一張 你們都有看到 那是 當初的第七感隊的司令 當然現在司令 很新的 今年的11月份 我們台灣民政府 同樣接觸到邀請 我來去參加 他們的 美日 美國 日本和台灣的 那些 不好 會議 這是軍方的 各位 國民黨不是做幾波 民進黨做幾波 應該有邀請 沒有 邀請我們台灣民政府 你有開心嗎 有 對 這拍手是 應該的 我有看到 國民黨在台灣 發這麼久 你做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開始 發 我們台灣人 差這麼多 台灣人差很多 你知道嗎 第一 我們有外交官嗎 沒有 我們怎麼有外交官 他就不要跟你訓練 台灣人不要做外交 你知道嗎 跟印度 突破政府 要簽一個國事 就是要簽一個共同聲明 不會哭 這樣 這大家都對我什麼 我也不會哭 我要問什麼 沒辦法 後來 去跟日本人拜託 你如果有政府和政府中間 這種的生命 就直接給我們做參考 那時候我這裡嚇出來 各位 各位 這嚴重 台灣人 今天如果借到賬款 你外交要怎樣 國民黨就不要跟你訓練 你看看他所訓練 都得到人 對不對 阿扁有 只叫一個叫吳釗蟹 一個吳釗蟹就退一退 他一百 我看他做官而已 不是說事實在想要換外交 所以我跟各位說 你不能叫一個國人 很好的 不然阿扁 動算一夭 偷偷 沒有人 我們現在 這麼了解說 為什麼美國要訓練台灣民政府 叫我們要一級一級這樣訓練 實在有道理 那不是說你把你調高等 有道理 你要基礎 你對台灣的地位 要靠靠靠實實來了解 這樣的時候 你再做其他的工作 原因在這個地方 所以各位 真正要救台灣就是要這樣 一步一步 腳踏實地 倒倒黑 不要急 美國在我們後面 在我們後面 要做什麼 來保護我們 保護我們為什麼 不可以受到中國人給我們祈福 這樣的時候 這是真真真 台灣這個國家要建立 所以不要急 一步一步來做 就急也不好 只有發送的 你絕對沒有辦法變成我們台灣人自己的國家 這就是我親切的感覺 我親切的感覺 希望我們財族各位 要同理心 要有 這樣你就會知道 建立一個國家 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各位 如果你有國方面的長處 你可以自我推薦 以前這筆有很多人說 我可以做什麼 我就記起來 如果這方面有限 我就來請教 所以各位你也回去 記得我告訴你 一句話 拜託 要跟你的酒店多多聯繫 因為酒店不一定萬利 所以想說 我們這個 討論會的時候 一定要讓酒店來 就是要和各位食材 因為我們要很多國民的有才能的人 來加上台灣民政府 當然 這個女性的 這個動作很多 這個女性的動作 你可以去參加什麼 我們的 這個 福利總會 福利總會 那個總會長也有來 來 請大家看看 那是我們的婦女總會 那個 總會長 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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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同志 都要加入她的婦女會 欸 女人是 半邊天 我們的天一半 是男的 另外一半是什麼 是男的 你不能自己 自己覺得自己 看自己不去 男的是半邊天 天一半是你的 不是男的 所以我也希望說 我們女的同志 要跟婦女會 多多聯繫 跟婦女會 一樣 也是政府的官員 不是說一定要女的 女的 女的有的 比較厲害 對不對 都不太厭 你女的跟人打破 是要做什麼 自己也無關 跟婦女 好 祝我講話 你們 我們再繼續 繼續 所以 所以在二月份的時候 我就寫過一篇文章 我說 不好意思 因為這漢字 要讀北京儀 比較順 不是我 要讀北京儀 讀北京儀比較順 因為他 讀北京儀 由於美國和日本簽署這個協議 日本軍隊接管沖繩之後 由於我和我國相處處於面對面的狀態 日本的態度將變得非常強硬 未來解決東海問題和釣魚台問題 將變得非常不容易 他剛才二月份他就看到了 比較順便 日本說 這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 對不對 我也發這個 改審給您 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簽的釣魚台 他們的論典 和日本的間隔群島的論典 不一樣 這個中國的部長 有一個部長 正人覺得他什麼 你聽清楚 他說 乾脆 這個間隔群島就屬於日本 那釣魚台屬於中國 你聽好嗎 我再說一次 他的部長 部長 他說 乾脆 間隔群島屬於日本 那釣魚台屬於中國 這中國人就在說什麼 你敢聽嗎 間隔群島就是什麼 釣魚台 所以這個中國人 但是老八成看到 會空氣 老八成看到 這樣有力 這樣不要忘記 金隔群島是釣魚台 各間的為止 金隔群島是什麼東西 釣魚台是什麼東西 他們都搞不清楚 所以他們在考慮 不在考慮什麼 那中國人 那時候 笑死人 我不跟你騙 但是我沒有想到的是 7月份 日本又宣布 將在宇納國島駐軍 我們可以看看他的位置 他離台灣只有110公里 距離東京有2112公里 比我們到南南沙群島的距離還要遠 也就是說日本要這個地方駐軍 後來麻生下來以後 新日本上來 要和中國搞反關係 這個主張就暫時放下來 這我別說的 這個羽納國島 就是我和上次和各位說 我和美國要求 和日本的主義要求 送我們五隻的巡防艦 要放在宇納國島 宇納國島 在對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花蓮你知道嗎 花蓮知道嗎 花蓮知道嗎 知道 花蓮 由花蓮 坐前去宇納國島 一百十公里 日本人都可以騎摩托船 摩托船 摩托船 可以由宇納國島來花蓮 花蓮 這樣算錢 對不對 放在 我是說跟日本跟美國建議說 我們五隻的放在那裡 我們派我們的黑雄部隊上去 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先把我們幾個篩子 那大隻 不是真的人可以 我們這裡來訓練 這個宇納國島 如果這五隻 美國跟我們問 要做什麼 我們跟日本的智慧隊 共同防禦 尖閣群島 因為尖閣群島就是 尖閣群島的 尖閣群島的 鯉魚的款 是熟什麼 熟台灣的 但是熟台灣 台灣是熟什麼 日本天皇的 台灣是熟日本天皇 釣魚台是熟台灣的 台灣的台北州 宇蘭 這是釣魚台 是最上的地位 因為我相信 我今天 今天回家 明天回家 我會再寫一批問舟 就是在十月二三 十月二十三到禮拜二 我要在成功大學 有一個演講 這個演講 就是專門要說 這個做尖閣群島 跟那個新南群島的法理地位 我要在那個上面 我會寫得很清楚 你回去 去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上面你就看得到 再來繼續 但是我們不能忘了 這是日本大戰略的一部分 他早晚會在這個地方有動靜 我們和日本加上印、澳、新 就是印度、澳洲、新加坡等盟國 就在日本到琉球群島周邊 這麼多年進行了大規模的演習 不下百次 基本上都是針對著中國 2001年9年 美國在這個地區的演習 有幾次你要找找看 172次 172次 平均兩天一次 美國的演習在這個地方 演習到這麼多次 所以不怪美國在官島開會說 他說如果中國與日本開戰 他們三分鐘要解決 我剛才上課的時候 在初期班的時候上課 我說三個小時 現在變成三分鐘 本來三個小時是美國的國安跟我說的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我就覺得不可思議 現在三分鐘就改割了 三分鐘要怎麼改割 我鼓掌 他如果開炮 中國是開炮 他開炮 美國按鈕他按 打下去 他的指揮部 中國的指揮部 一定馬上砰 結束 伊拉克當時 美軍跟英國軍集的時候 他是怎麼導航 你知道嗎 是一輸一輸導航 為什麼 都沒有明明 中部一聲叫他摧毀起來 美國的飛彈一聲就將那個 指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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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打死了 要怎麼指揮 部隊沒有指揮 要怎麼行動 指揮 怎樣 導航 所以你不能看 現在的健康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 如果照這種情形 中國會開戰 百分之百不敢 絕對不會開戰 他沒那麼傻 他現在說 胡錦他現在做好好 將來習近平做好好 做好好 他還要給你開戰 開戰的 他的主席就不用做了 他的國家主席就沒有了 所以他的開戰 不會 絕對不會 但是不會 要怎樣 他現在都用民族主義 所以我跟你說 煽動民族主義的國 尤其是中國 很害 煽動民族主義的國家 雜萬會被消滅 像像什麼人 德國也是這樣 納粹 他就是 用民族主義 鼓勵 然後就德國人 這個德國 他第一次世界上的失敗 如果第一次世界上的失敗 那第二次世界上的 那年快他就又拚起來 你怎麼知道原因 建政要錢 錢要怎麼回來 各位 對 他太猶太人 所有猶太人的 這些財產都給他收去 他就是一個仇恨猶太人 說猶太人怎樣 猶太人也很貴分 他控制所有的德國的金融 控制所有的德國可以賺錢 所以第一次世界前 以後人民生活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第一次世界前以後 全世界都把德國要求賠償 所以賠償的時候 那時候國家就要一直賺錢來賠償 所以老闆成金山 金山的頂形之下 大家就精分 吸勒出來 最主 仇恨 仇恨什麼 猶太人 仇恨猶太人 由猶太人 所有的財產和無收 變得很富 很富 他就開始 開始鼓動民族主義 讓這個德國人說他是最優秀的民族 民族主義一個起來的時候 部隊就開始起來 就變成說他的部隊很精良 我們台灣是沒錯 我們也不鼓勵民族主義 但是呢 這個 現在的情形和以前的情形 跟這個德國情形有一點類似 怎麼說有一點類似 我們現在是想中國人在押走 但是台灣人不知道 我只說幾次 你看中國人 他這個什麼 看白不用錢 這個榮榮 掛符也不用錢 拿油也不用錢 拿油也不用錢 拿油都拿東西 拿東西都嚇到 嚇到中國 嚇到中國 所以健保 不是健保 那個 健保 不賺錢 了錢 了錢 他要怎樣 了解就是變成說 叫我們什麼二代健保 又加錢 但是一般人不感覺 為什麼不感覺 加錢 可能有的人 他覺得負擔一點點 但是我們台灣很多 散的人很多 對吧 像張主義 我說那個 那些鴨皮 我很恨那個影片的原音在這裡 就是說 那些台灣人都是 拿2代 買2代月刀 我尤其看那些手 有幾個銅板 拿2代彈的銅板 去買2代月刀 我還要讓他們說 今天看來很難過 來 繼續 今年四季分海军夜兵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印度来了两条比较先进的驱逐舰 当时我们还比较感谢印度 说印度人还给我们面子 把他最新的军舰全都派过来 但是4月23号我们阅兵结束 4月24号印度的军舰 直接从青岛开到冲绳 和日本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海上演习 叫做反恐演习 美国出动了航空母舰核潜艇 日本出动所有的宙斯盾 金刚级的大型驱逐舰一万多顿 加上印度两条比较先进的驱逐舰 各位 有一次美国国家安全会计的代表跟我说 他们旧年有一个六方会议的时候 六方会议就是韩国北韩 韩国跟中国跟苏联 这边是南韩日本跟美国六个国家 你讨论 那当时美国的代表跟中国代表在那里闲聊 他跟他们说 他说 你知道全世界的海军 中国人最强的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中国人告诉你美国最强的 他说不是我们美国 美国中国人觉得很奇怪 他说如果你不是中国的 但是外太空的 他说不是 第一名是什么人 日本 日本有很多武器也不知道 外面也不知道 例如 你怎么知道 这个要做协和号 我听过协和号的你走去看看 协和号 协和号 就是超音速的客机 这什么人做的 法国做的 法国因为做协和号的客机 他以后 协和号因为噪音太强 太强大了 所以这个噪音 这个要做协和号 让全世界反对 反对之后他就没做了 没做 这个协和号 什么人买去 报纸都没了 你怎么知道怎么买去 日本买去 日本怎么砍的 是美国砍的 砍后他去买协和号 协和号 车车 日本人改装 改装后 那个噪音都没了 厚厚厚 我所了解 现出是 有做一个中队的 喷射 轰炸机 放在羽纳国道 其中十八十 已经做好在那 这就是要做什么 所以有时候 美国的军方有什么 有人会说 说什么 你建政 你现出是真臭肥 长江三辖 一根 炸团把他炸下去 会死几百万人 因为那水的阴 我是不敢说三个 但是会死很多人就对了 那是万人到最后 没法到的时候 一定会这样做 你想想看 他的鞋鞋变成 轰炸机 轰炸机也变成 战斗机 如果有战斗机 速度太快 中国怎么会对付 真的没法到 他最后做什么 隐形 舰20 F22 就是隐形战斗机 中国也做两个 那天保证 舰一艘 日本 美国就拉着两艘 我选择我两艘 真的几艘 两艘 两艘 他每一艘都比 美国的 大约4.2公尺 不是大约就好 它的鞋韵 用米隔机的鞋韵 就会倒 有效吗 没有效 怎么说 飞起来 脚装背看就知道 红红 噴灰 噴灰 其他的地方都隐形 噴灰 在雷达上面 一个红点 这个上面是什么 目标 所以美国就在 这些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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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隐形 中国人敢骗你自己而已 还骗台湾人最厉害 台湾人看来说 中国的军力好强喔 一点都不强 他都会让他逃脱 你逃脱有什么逃脱到统众吗 没法度 一部分而已 如果一部分 他说起来 大约 所以 你如果知道 那不是美国条线 泄漏给你的 泄漏给你的 要做什么 出于机会给你打嘛 那就是理由给你打嘛 那不是 那时候 风载 伊拉克的什么所在 中国 不是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是那三个 中国人 偷取美国的 军事机密 拿到美国 那三个 侦测到 那三个人 在南斯拉夫的大使馆 一个大使馆 那一年大 美国的 飞庭 可以对唐阿门 打他 只有四三个 其他都没去 那又厉害了 那时候 我在中国办 我还记得 我在办大学 叫恩利德学院 我们接着名人说 叫学生孩子要去示威 这些学生都去 别人没去 我做当事长也没去 当事长说 学生怎么不见了 那没有 奉命 去逛街头 但是今天去街头 今天一天而已 第二天 没人要去 他去外校 外校都是高竿的孩子在讨论 为什么今天不去 那都去笑 外来怎样 国大使馆跟他们说 谁 出来游行 我把他拍照 我保证你这一辈子去不了美国 隔两天都没人去 有家庭吗 所以 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高竿 的孩子 都要去美国 中国也同样 你想想孩子都要去美国 你要打美国哪有可能 打死你的孩子 敢不 所以我跟你说 所以中国跟美国要战争 那都是假的 我们台湾人不是要骗人 我们台湾人 好啊 你要战好啊 你两边要战好 好 我们要利用他们这个机会 在他们这个机会里面 我们的 想办法 来走我们的路 这是最好的机会 我们台湾要走出来 好够在我们够美国 够到他已经没办法了 他说中华民国说 不好意思 你台湾人已经在我够了 我没出来不可以了 不然美国一直没出面 你占了我台湾人 你占了我台湾 你怎么没出来 出来都是中国人 我就不是中国人嘛 问题是我们台湾人 有一部分的台湾人 自己叫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你看 跟美国说的都同样 在我早上说的 美国把我们分辨 2000万人的台湾人 里面有一半 因为说 他是台湾人 那也是中国人 这个人很厉害 这个人 所以还把我们网上说 我们是台湾人 到底是那个人台湾 还是我们台湾 各位 我们是不是台湾啊 对 这里洗什么 是不是啊 绝对不是啦 台湾是那个人 对不对 这里洗什么 你们都没精神 对不对 对 主理阿伯再来说 现在说太早都没效 来 继续看 所以当时 我在国际广播电台做节目的时候就说 在冲城这个地方 有什么样的恐怖分子 能够值得美国动用航空母舰 核舰艇 有什么样的恐怖分子 值得印度 从印度洋上 跑到这个地方来反恐呢 这就是 在日本方向 针对中国的情况 不是反恐啦 反中国啦 我跟你说 我跟你保证 你听清楚 你可以把 这个表情记起来 那真正会成建筑 在很多时间中国会贴作七地 中国会变成七块 第一 西中 一定倒立起来 新疆 新疆倒立起来 东北奉天的地方 倒立起来 这个其他的所在 又贴作另外三地 还是四地 绝对的 绝对的 变成这样 我是希望说 中国更快贴作 这样 台湾 就比较大了 你不要想说台湾人 去那里做官 不能去那里做官 那些市中说 是社会是败烈 不过 西特勒有说这句话 中国文化 是世界文化的杂草 我们投的都是杂草 投什么 中国文化教材 你什么文化都想不到 对不对 贪污 欺骗 腐败 不是我们要败的 我们要败新的 我们要去中国化 这非常要紧 再来 从日本列岛再往前走 在这个包围圈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台湾 当然 由于马英九 再来第六业 由于马英九上台以后 两岸关系比较和谐 也就是说 现在战争冲突的情势 看来 不怎么紧张 当然 我们不要忘了 台湾问题 困扰着中国 多少年 也就是说我们建国多少年 这个问题就困扰着我们多少年 蒋介石的时候 一直在反攻大陆 围绕这个地方 可以说小战不断 一直到1958年 还发生大规模的 炮击金门 我们空军和国民党的空军 还在福建上空 进行过大规模的空战 直到后来 我们改革开放之后 双方的情势 是在蒋经国时代有过一短暂的和平时期 但 但到李登辉上台以后 1996年 我们又进行了一次 特别大规模的演习 就是解放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演习 三军大规模出动 就在这一次演习中 我们军队枪毙了一个少将 也就是说 我们演习的很多重要的底牌 被他透露给台湾 当时我们六枚导弹穿过台湾 从台湾上空打过去 结果我们的导弹还没有发射 李登辉就知道我们的导弹上面没有弹 也就是 空包弹 各位 他绝对要打空包弹 他如果真的用实弹 他如果用实弹 美国就反击了 所以他为什么不敢用实弹 他如果用实弹 就是代表侵略 如果侵略 美国为了保护他自己本身的占领地 一定要反击 如果不反击 美国宪法会出面来处分美国军方 所以他一定要用空包弹 因为用空包弹 没有构成任何威胁 所以 中国人 在做很多工作 他也有很多国际法的专家 你知道我生的建政法医疗 在2007年 他也开始 由南军京区的司令员 统帅 做87的国际法的建政法的专家 在武汉大学的主导之下 写了战争法 也有出色 这本色 我有给各位说过 来自说下的内容 跟我的研究 差不多一模一样 但是 有关台湾的部分 他略过 台湾的部分他有略过吗 没有略过 他在写之下 这个部分 才交 中共中央 去做参考 所以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中共中央 再也不提说 台湾是中国 神圣 不可分割的领土 因为台湾跟中国 实际上 于情 于理 于法 来说 绝对 和中国 没有丝毫关系 1895年 4月17号 签 《马关条约》 以后 台湾跟中国 就已经脱离 所有的关系 这很清楚 所以今天美国 你看 十个赤字 跟国土 安全部所宣布的 他就是要用中华民国 马英救 这两个名字 两个的名字都拿掉 所以台湾 在美国看 好像有一个 叫做 台湾关系法里面的 Taiwan authority 台湾当局 这个台湾当局 他现在 马英 这个 希拉蕊说的 台湾护照 就是你说 台湾当局的护照 台湾当局的护照 不等于 中华民国护照 台湾当局的护照 就是现主席 美国的国务院 跟美国的国防部 现在在研究 要发到台湾人的 台湾旅行证件 就是跟沃沂沃 那时候发的 美国军事政府 所发的 旅行证件 一模一样 我过去今年 我过去 没听 不一定准 先说我不一定准 但是我过去 今年的 忘年会 没听 可以给各位 选拨这个好消息 这个护照 如果拿到 你要去全世界 所有国家 你都会养去 都免责政 去如果有在事 美国大使馆 要帮你服务 你就 顶同 美国人一样 有消息吗 你等同美国人一样 跟美国人 拿美国付钱 白典 我们拿日本付钱 不可以缴税金 美国人会很 羡慕你 美国人会很爱说 这样我要去台湾设公司 台湾是 台湾是 他军事政府 账领 等同 等同不是等于 等同美国的海外领土 但是 跟 跟 波多尼克 同样 不用缴税金 不用 不用做兵 台湾人最爱 不用缴税金 就不用租税 跟美国在做生意 都不用税金 台湾人叹事 我跟你说 到那个时候 台湾 中国人都拐拐拐 那时候中国人都不走 拜托拜托 我住这儿再来 要让我留在这里 要留不 有的不 有的不 我说 好的才来留 不要给他拐拐 这样好吗 好 这样好吗 好 我们民政务一定 由这个方向去打拼 我跟他故意说 我以生命给你保证 我们绝对 打他行 来 过来 过来 这个情报 就是总后的 总后就是 总后勤部 美国 中国有四个单位 总政治部 总后勤部 这是基督的一个 总后勤部 一个将军 叫做刘连昆 成帝过去的 这个人前前后后为台湾 做间谍 做了九年 这是目前唯一 同时拥有两岸少将贤的人 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 也是中华民国的 国军的少将 各位 你看 好苦吗 中华民国的少将 跟中华人民 解放军 同样 都叫做中国军 我们台湾人 都去做中国军 你有去做中国军 你走去看看 我有了 你都没有了 这些女儿都有了 你自己想起来 自己很坚持 我们来去做中国军 我们就 中国人去到北京 去做中国军 实在 那以前都不知道 那就没办 好啦 完了自己 从这点可以看出两岸的情势 非常不平静 从1996年开始 两岸就进入到 风急浪高的阶段 一直到陈水扁上来 可以说是非常嚣张 一直就复行对大陆的挑战 挑衅对策 也就是说 仅仅从2008年 马英九上台以后 双方才紧张的对视 转向为相反的 相对的 缓和 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解放军有一句口号 就是要以对台军事斗争做准备 以对台军事斗争 拉开我们军队的全面 现代化建设 各位 中华人民共和 要对付的是什么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 会对付台湾民建府 会不会 你感觉会你拿去什么 感觉不会拿去什么 没错 不会 台湾人跟中国都无关的 对付你要做什么 对付你就是什么 就是侵略 引起世界大战 他对付中华民国 刚才好 国共内战 对付我们 变成侵略 要侵略 全世界都会站出来 日本站出来 美国站出来 欧洲站站出来 大家都站出来 所以你看 像中华民国 把台湾 台湾就安全了 这么多的道理 但是中华民国 他就直接跟你騙 你是中國人 給你有認同感 其實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如果不是中國人 你怎麼要替中國民國做事 你支持 你支持 尤其是選舉最高 用30塊幫你拜 30塊的時候 變得很多人要去選 因為 如果選 他去參加 他一票可以拿30塊 這邊的割英文拿6百塊9萬票 30塊1億8千萬塊在那裡燙燙 你有分到嗎 沒有 你有替代算嗎 有 有的人不對 真的有 當然我也沒有 我曾經我們製造 說你的良心 你絕對很多人有替代算 對不對 沒關係 那都過去了 你就沒來上課 你上課以後你賣了 但以前你沒有上課的時候 你賣嘛 賣也是很正常 你覺得他就是台灣人啊 沒有幫忙這個台灣人 要幫忙什麼 這政治比較好 如果外出 我都想問說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牙手 差不多三人一般牙手 我問說 國賓飯店是哪裡 國賓飯店的人會牙手 就沒人牙 一樣的兩句話 一個牙手 一個不牙手 你說台灣這個價值觀有錯亂嗎 真的很錯亂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不對的所在在哪裡 你就沒有所有感情 你怎麼說台灣是你的 如果這個台灣是你的的時候 在馬關掉的時候 可以讓台青帝國 永遠割讓給別人 如果你的要怎麼割讓 你的家 如果沒有經過你的動議 要將你的家 給別人提供 你怎麼賣 你絕對沒有 有一個法論嘛 對不對 為什麼台灣這個土地 就要讓台青帝國 割讓給日本 因為台青帝國 擁有台灣的管理權 一半而已 台灣的死海一半而已 所以它有管理嘛 這樣大家獨立有清楚嗎 他們的正清楚 你可以聽得到 再來繼續 台灣島這個問題 我們還不可以小事 只要它一天不回來 一天就是我們的麻煩 很簡單嘛 台灣你就不要在那裡 跟你無關 你就不會麻煩了 你就和我們變成朋友 就好了 對不對 很簡單嘛 我跟他建議說 你不用那麼麻煩 你別想說這是你的 現在這個社會也一樣 有的女兒就愛一個女兒 愛到他要死 如果沒有變成 她的母親很不一樣 跟他抬 現在台灣就像這個女兒一樣 就不是你的人 如果沒有跟你結婚 你只要跟他愛 還是要愛對 你就不記得他 另外去愛白郎就好 是不是 你去愛西藏就好 愛台灣的死 這是這種例子 有稍微不得不出來 但是 簡單啦 簡單給大家了解 在美國和日本兩個國家的作戰計畫裡面 都為了台灣不惜和中國發生大規模戰爭的準備 這他自己說的 不是我講的 光是 難得公司為了對付 應對台灣問題 有三套大的方案 其中一套方案就是 未來台灣這個地方雙方發生衝突 將對中國的沿海北京上海進行全面的轟炸 包括中國的東北 這還只是局部的戰爭 所以我們不能小看這個問題 他們都很清楚 日本說的更明確 日本有一個防衛市長說過 他說我們日本對大陸兩岸的關係是怎麼樣看 他說 大陸和台灣就是一對夫妻 夫妻之間平時吵架 我們鄰居可以不管 但是當丈夫要殺 拿刀殺老婆的時候 我們鄰居就不能不問了 講得非常明確 這實際上就說明 日本的根本心態 就是你們平時怎麼吵架 都無所謂 大陸真想要用武力把台灣拿回來的時候 那日本就不能不問了 所以我們應該知道台灣問題 目前對我們大陸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另外這兩個國家是怎麼想的 台灣之後也就是說 海上包圍的終點就在南海 各位請你翻過來第七個 今年七月份的時候 我跟深圳衛視的22度觀察做了一個一期節目 跟北京的徐光玉將軍就是為了南海問題 我當時覺得深圳人不僅是愛國 而且非常大胆 他問的很多話非常的尖銳 後來他問徐光玉將軍 他說徐將軍 你認為我們在南沙問題上面 我們最後的結論結果會怎麼樣 徐光玉將軍說 我認為會雙贏 他後來又問代老師 你認為會怎麼樣 代老師就寫這個問 代老師你認為會怎麼樣 我說不可能怎麼會有雙贏呢 其實我贊成這個代老師所說的 哪有可能雙贏 一個地方在爭執 任兵都贏 那個不可能 那個阿Q 阿Q精神 錯了 一定一個贏一個輸 絕對沒有那個雙贏 所以說 那麼就是他們拿走我們全輸 要嘛就是我們拿回來 他們什麼都沒有 哪裡有什麼樣雙贏的結果呢 因為這個地方的情況 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樣 領土問題是不能談判的 就像鄧小平 同時當年在香港問題上 跟英國人所說的是一樣 主權問題不能談判 沒有錯 主權問題是不能談判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學者 還在做著夢 懷著夢想通過外交談判 外交手段都收回這個地方 事實上根本不可能 而且在南海問題上面 我們也是目前中國人當中 寫的文章最多 呼聲最強烈的 也就是立足民間軍隊 趕緊有所動作 趕緊進去 為什麼呢 也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在南海 發現的石油和天然氣 超過中東 目前已發現的石油 有五萬多億噸 五百多億噸 不算天然氣 已經是相當於第二個中東 如果再擴大一個區域 很可能超過中東 各位 你頭兒走起來 這個石油 除了阿拉伯這個地方 是全世界最多 現在比比較多的地方有發言 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說台灣也對 但是在尖閣群島 尖閣群島那條線 那條線 抗議就是台南 那條線現在抗議台南 這是要告訴我 所以台南的石油 我聽說有一個 一口井 在歐洲 那口井可以提供 全台灣一年的2%的用量 但是現在美國說不可以開採 這個出口在哪裡 在尖閣群島 所以這條線一直到南海 各位 南海 南海所在就是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 西沙群島 我們在日本時代的 這個高雄酒已經發佈消息說 西沙群島改名字叫做新南群島 新南群島72的島 我們都有名 日本時代都會定名 日本時代我們的宣誓跟不尊省 有沒有 有尊省 這個尊省要什麼人發佈 要台灣民政府 因為我們這網站而已 我們已經把各位報告 我們有去準備要發佈 向全世界發佈 經緯島也都會為好 這有日本時代 這是我們的 台灣來說 這是第三次 向全世界宣佈 這些東西是我台灣的 你中國不要吵 福利賓不要吵 外南你不要吵 因為這個就是要很小心 所以我們這個經緯島 我們現在等你會 這個圖案就要出來 我所知道是 我們的優冠的台會 我們優冠的台灣民政府優冠的台會 已經差不多準備好了 馬上要發佈了 這個發佈了 他也會震驚 但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主席還沒有執政 所以有時候 慢慢做就好 慢慢做就好 但是我跟各位說 我們台灣人對台灣這個土地 我跟各位說 真正是不怪 大陸在笑聲 不怪中國在笑聲 日本現在笑聲不中了 美國在笑聲 你占領要把我占一四人 占領不依轉儲權 但是問題是 占領會實現 要多久 健健化沒有規定 這是最頭痛的問題 沒關係 他雖然沒有規定 但是我 因為現在的健健化 肯定在說什麼 IN到OUT 就是入面 再說怎麼出來 然後裡面 你入面裡面 怎麼做 不嚇 你不嚇 不唇 想來嚇 你如果在裡面 要做什麼東西 現在全世界就不規定 我如果先嚇 我就來規定 這個健健化就是這樣出來 也不是 先嚇 先贏 對 你說來對 所以 所以我一定要找時間 要趕快寫 當然寫你放心 意外立場 絕對對我們優利的 你美國可以來 你錢拿來 你的南海醬油要在可以 我給你百分之十 你日本 天皇 你以前有這個土地 現在是去 這個和平條約束起來 沒關係 我給你百分之十 臺灣村的百分之 拿石瓶來賀的人百分之十 我們要還有百分之七十 如果百分之十 拿下去 我們臺灣人會像現在恆主席的 太平洋地區一些 文來 不是文來 不是文來而已 很多匪稅 國王都大 所有人都很大塊 為什麼 出錢 每天吃 唱歌 跟社會的土住 社會的土住 社會的土住 你的血統有1%就好了 因為我待在社會裡住很久 有1%社會土住的血統的人 政府沒有經驗 在北平 起床給他住 1年1元 米金 每個月都有錢 各位 到那時候 我們在後來不太好 所以 也使用我 不知道那是另外1%社會 後來我們要移民臺灣 那規定要給他更嚴 你說這樣對不對 對 沒有聲音 沒有 我知道你們不會 但是去 你都聽到我都傻 不記得打我 好啦 不要再說其他 每次我說我都叫他吉他去 吉他去 再來 快點 因為 而且在 你看 再來 為什麼 就是因為南海發現的石油和天然氣 超過中東 目前 現在發現的石油 他說已經第二個中東 超過中東 其實他這個南海的石油 那個石油 那整條線 砍到 出口在那裡 就是釣魚台 就是間隔群島 這間隔群島 這條線還砍到 我們的 臺灣的 臺南 這個臺南 美國不可以讓我們開採 美國還不可以讓我們開採 但是 臺灣民政府後來 不是在美國說就算 臺灣民政府說就算 但是 我們要先 我們打敗仗 你美國來佔領 利用美國的力量 就讓中國人先看一看 我們就要利用這個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說 去給殖民 還是給殖民 靠你自己的力量 要做一個新的國家 沒有 美國人 獨立的時候 獨立宣言 在1776年的時候 23人幫忙 法國 法國幫忙 當時 蘇聯的 和皇帝 蘇聯的皇帝 也就職 美國 讓他們來跟英國戰爭 就是因為 這美國人是問題很好 厄房 就職給他以後 美國建立國家 怎麼沒錢好行 沒錢好行 二房 他很揮霍 揮霍的時候 他說 美國你錢要揮我 美國說我沒錢 怎麼可以沒錢 他說這樣 我要揮你 我也要揮過 國家衣服 他說這樣 我有一個冰塊 來賣你 冰塊賣給美國 美國通過 沒有很多錢 那些冰塊在什麼 你知道嗎 阿拉斯加 美國的國會 總統叫媽媽 還要插頭 買這個冰塊 要死嗎 那時候 你如果不買台灣 那時候也要賣 一萬億 要賣給一億 一億美金要賣給美國 美國說我買阿拉斯加去了 但是阿拉斯加賣後 完全正確 現在索連協會來不及了 所以你看 全世界像這個土地 可以賣 他可以賣 所以在習近平 在2009年12月15日 記者日本天皇說 我有錢 我來賣給你台灣 日本天皇說 我皇族從來沒有賣東西 所以科研 總共他們這些人 對政治他們都很清楚 但是不可以跟你說 台灣人不知道 好像台灣人不知道而已 台灣人有報 不可以用報 只要在中國的起片子 一直看自己自己賣去 各位 我們台灣民眾成立以後 台灣這個報 你一定會覺得 我生以台灣人為榮 我跟各位說 我們絕對會這樣 真的會這樣 這不是黑白說的 我所說的都有根據 我在這裡說的每一句話 不是我黑白說的 我自己想的 沒有 我都照法律 每一條就是法律 每一條就是 每一條就是 團結起來 這時候就是要團結 團結什麼 我告訴你 我今天說 用這個倫孫 好像是蘋果樹 蘋果樹上 所長的蘋果 一般的 菩蘿大眾裡面 這個蘋果 如果要再清潔的時候 要再黏熟 不要蠻 它對台灣倫孫 還不清楚 你驚到蘋果 蘋果樹不吃 那種沒辦法吃 你就要等 要把它撕肥 撕什麼肥 撕就是建政法 這就是肥料在這裡 建政法把它撕肥 讓它漸漸來改變 那種青的蘋果 變成紅的蘋果 已經熟了 才把蘋果來吃 這樣不太對 所以 這麼多的台灣人 裡面 你自己跟他說 黑白要怎樣 不好 那種會變成什麼 叫憲主席的台獨民進黨 那種的 不是大家都認真 就是用感情的 說台灣要怎樣 所以台灣人要獨立 各位 這個土地明明就是日本天皇 要獨立 你用你的家來做比例就好 這間家的老闆 就是什麼人的 你跟他說這間家要變我們的 那不可以 不可以 甚至有人說 像這個和平條會 日本已經放棄了 日本政府放棄了 我們台灣人抓到 就已經變成我的 那有這個動力 絕對沒有這個動力 抓到要怎樣 抓到要怎樣 拿警察救到要不是 好啦 讓你抓到 抓到說 你的 你如果拿去 親戰 美通 找到這個所有管家 日本天皇和日本天皇好好說 我們對日本天皇 真有雷媽媽對不對 你看鴨皮你就知道 去年我們還要去 所以我拜託各位說 你如果有三萬八 有五天 參加我們的十二月二十期的活動 你去是去喔 這不是要去七土參觀喔 這是要去到日本政府 要去到日本天皇 很受的喔 所以你去的時候 要遵守我們的指揮 我們希望你怎樣 你就要怎樣 當然不會叫你做壞事啦 就是說幾點一合 我們要幾點一合 騎到什麼地方 要騎到什麼地方 要讓人 日本人全世界的媒體 看到我們說 我們臺灣民政府是一個有訓練 我們臺灣民政府是一個有禮貌 是全世界 我們是優秀的民族啦 你說好不好 來 再來看喔 這個對於我們中國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你的將來 大家看到現在這麼多的車輛 可是目前我們國家的石油 儲備量不到一個禮拜 對 這我跟妳說喔 以外都發動建政啦 你不能說建政一禮拜說喔 暫停 我就要來這裡建政 那有什麼事情 所以美國喔 看著他這樣啦 所以中國要發動建政 有可能要講台灣有什麼 沒有辦法 現在跟妳說喔 兩天就要拿台灣 不然跟妳說 二十年 兩百年就拿不到台灣 她的武力 欸 台灣海峽很輕的 很多人 通通十四五年都拿下去 還不滿耶 各位 沒有辦法拿台灣 她自己說的嘛 妳有看到嗎 這不是我下的 她說的 她的銷售儲存量 不到一個星期 妳有看到嗎 解放軍的上校下的 她絕對說這絕對不對 再來 而我們海上所有的石油通道 全在美國手上卡著 有嗎 美國有嗎 她的海上通道 就是她經過馬六甲海峽 如果要送他那條線 美國都看這條 如果建政那條 那條都在紅色 這個GPS 天上的衛星都在收條 GPS如果收條 就變成什麼 變成它的飛彈 都變成衝天炮 要打多少 要怎麼飛 飛幾本 飛到他們家放 我跟你說 所以不可能 千多點一樣 千多點一樣 所以如果美國要把這些 我們的這些石油管道 關的話 我們一個禮拜就沒有油用了 不是多少錢的問題 是你根本沒有 所以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 要重視是怎麼重視 打敗米國 比較有可能 再來 在這個地方 南海這些國家 打了1100口的油井 沒有一口是我們中國的 一口就沒有 台灣還比較壞 在台南也要還有一口 可以供應全台灣的 容量的2% 2% 它一口就沒有 它是怎麼減 這樣你有放心嗎 有 有 沒有 不減 不用煩惱 再來 這他寫的 這不是我寫的 記得 你頭一頭 你說這不是我寫的 再來 今年2月份 國家海洋局 和北京大學 中國戰略研究中心的一些人 召集我們幾位 要制定一個中國的海洋戰略 後來叫我過去了 叫我過去以後 我一聽在這個題目 我就有一點不太高興 我說 我說是代表說的 你們怎麼現在才制定 中國海洋戰略呢 中國海洋已經被人家全部拿完了 你們才制定海洋戰略呢 你們這麼多年幹什麼去 所以這個數據是我從那個 他那個地方搞到的 我問 現在別人有多少口 多少多少口油氣井 他說別人有一千一百多口 我說我們呢 他說我們一口都沒有 我說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我們的體制條塊分割 因為中央跟地方內部的體制不健全 我說不對 你在找藉口 因為你們貪生怕死 你們怕跟人家搞糾紛 果然我這個主觀被 主觀的推斷被我印證了 當時環球時報的一個記者 我不知道是什麼動機 他去採訪中石化的一個領導人 他說我們中石化 為什麼不去南海開發石油呢 這個人說那個地方不能去 這個地方能引起外交糾紛 所以我馬上在博客上面寫了一篇文章 猛烈抨擊中石化 我說你自己的地方 人家都不怕發生糾紛 你怕什麼呢 你就是一個貪生怕死的行為 所以我說這種軟弱 會導致我們將來在很多問題上 根本沒有地方著手 後來和徐光玉將軍 在做這個節目中 我還說了一下 我說我們大眾一定要糾正一個觀念 很多人到現在 包括周邊的國家 越南 菲律賓 他也在說 他們以聯合國海洋公約做依據 那他們說南海這個地方 離我們大陸價很近 離我們的領土很近 所以這個地方不是中國的 離我們的菲律賓也近 離印尼也近 離中國那麼遠 怎麼能夠說是中國的呢 你的大陸和那個地方的大陸價也不相連 導致我們談判的領導人非常被動 各位 都不用擔心 這些地方是誰的 台灣的高雄州的 高雄州的 高雄州在1939年3月30號 我們就已經公佈了 所以四月份第二次公佈 我們有公佈了 但是你歷書籍 你要投票嗎 沒有 幸好我去兵日本的 日本的過期的政府的紀錄 我兵到 所以我才有辦法說 這是我們的高雄州的 所以我們第三次的選擇 要向全世界發佈 台灣民政府向全世界發佈 南海是台灣的 對不對 當然你要知道 有人問說台灣民政府 到底美國承認了沒有 各位美國承認台灣民政府沒有 你認為承認了你舉手 不錯 不承認了你舉手 沒有 這樣就對了 你來的原因就是承認了 不承認你來要送 台灣民政府承認的理由在哪裡 聽清楚 2010年9月8號 在美國華盛頓DC世紀飯店 我們舉辦了 慶祝酒會 就是台灣民政府的慶祝酒會 當時美國有五個單位 五個單位派完來參加 我們派五個單位去參加 表示我們已經承認台灣民政府 所以 當年11月催了 這樣 這裡在台灣的台北的欧法飯店 我們基本的台灣民政府的內閣 台灣民政府的參議院的成立 非常清楚 我們所做的每一方 都是按照國際法理去走 我們不是欧北來的 我們不是革命團體 我們不是革命團體 我們是法理的團體 完全按照國際法去進行 所以各位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是我們人們好運 我們人們的幸福 你說對不對 對 再來 後來 後來我在深圳衛視22度觀察中 我一定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 為什麼這個地方離我們那麼遠 又不是我們的大陸價 它還是中國的 這個東西就要看歷史了 說歷史 說歷史 中國是誰的 你知道嗎 蒙古的 沒有錯 蒙古說 中國是我的 你在講什麼 我想說 如果要說歷史 全世界亂起來 一定要照什麼 國際法跟建政法 因為最近有發行建政嘛 第二次世界的人發行嘛 發行疫苗簽什麼 就這樣和平條約嘛 所以那些開羅宣言 那些破證人宣言 投降書 那個都不是東西啦 那是一種的 Decoration 一種的主張 一個claim而已 一種的claim 不可以做法律 不可以做條約 真的可以 決定你的地位是條約 很清楚 就是這樣 要不要收拾 所以中國人不是沒有討論 他有討論 但是他用歷史 跟我們騙 每一次都用你的愛國心 你台灣人是來自中國 你的很早 很早 很早的祖先 就是中國人 我來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知道你老爸的名 走什麼 你們爸爸叫什麼名 你知道嗎 手棒 你們 阿公的名 你知道嗎 你走什麼 好 你阿祖的名 你知道嗎 你走什麼 實在喔 好 你們太祖的名 你知道嗎 你走什麼 純兩個而已 三個 好 阿祖太祖 知道的名 走什麼 阿祖知道 阿祖 阿祖祖 阿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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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記得 你怎麼說出來 五台前的 六台 六台沒辦法 各位 這就是現身 一般來說 三台四台就沒有辦法了 我剛才算不錯的一個人 我們第四台我就不知道 這屬心嘛 所以跟你說喔 你的祖心去韓中國來 看得貴咧 你也知道韓中國來 都嫁啦 我說這個有利嗎 這樣跟沒利嗎 太多 太多啦 這裡一個總圓在這裡 簡醫師 他美國回來 六台 這樣而已 只有這樣啊 什麼叫數點望主 中國人很愛用那個很顯奇怪的名詞 把你喊 把你的思想拔起來 這跟中國人做得到 全世界的民族沒有人這樣啦 所以你在這裡上課 你要有很多關聯要突破 要突破啦 你如果沒有突破 你就自己白色在那框框裡面 我在中國辦學後 我在辦學的時候 我跟他們那些共產黨 我有接觸過 我跟他們接觸的結論 我有得到一個結論 你要聽嗎 什麼叫做鬥爭你知道嗎 什麼叫做鬥爭 我要怎麼讓你的思想跟我的思想 都一樣 這是鬥爭啦 這種就是鬥爭裡面 鬥爭的方法 因為我在裡面 我在中國辦學 我的學校 我辦到台北 研究所 我辦到台北 研究所 特別說我這方面 我學很多 喔 因為中國人玩來 就是這樣 很簡單 你會記得 後來這是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什麼 就是說你和我兩個人 我要怎麼讓你的思想 來變成我的思想 很簡單 你就要畫圈圈 這個圈圈 我怎麼會圍你的圈圈 我圍我的圈圈 我要將你跟他們的圈圈裡面 來跟你說 你就輸了 我如果去你的圈圈裡面 我就輸了 我簡單的說這樣 你不一定聽 我再說一次 我就要畫圈圈 我就要畫圈圈 我畫圈圈你啊 將你來我這裡說 我如果去你的圈圈說 我就輸了 這樣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好 這樣不錯 你們 你比那個共產黨更厲害 很簡單 鬥爭的理論就是這樣 今天 我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中華國在鬥爭 我們要說給你 就是什麼 法律 國際法律 你照國際法律來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際法律就鬥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際法律我們就鬥了 他們就鬥了 但是他如果用圈圈 叫我們去那裡 我們鬥 為什麼我們鬥 他們的圈圈是價位 用價位的圈圈來跟你說一說 你進去他的圈圈 看得開耶 我說你如果要得到圈圈 你們太祖的名字叫什麼名字 你來跟我說 你說 台灣人的祖先是從中國來的 你問 我的祖先從中國來 我太祖的什麼名字 你知道嗎 還是太祖的你知道嗎 含名都不知道 你在紀念你的祖先 有問題 是不是 最重要的是什麼 今天我們生長這塊土地 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圈圈 都在這塊土地裡面 我們要打名是 我們的圈圈 要怎麼過我們的日子 讓他們過一個更幸福的日子 不可能我們的圈圈 因為你做羅蕾 你不一定聽說羅蕾 你只看那個圈圈 就知道什麼叫羅蕾 我們就 如果那個蝦巴桑 那個蝦梨桑 他一股會讓 八百塊美金 還是千二塊美金 你看他們要去 求二爪嘛 因為就要買兩顆 中秋月餅 就要 這樣一股一股在那裡放 不用嘛 不用嘛 所以 我一直覺得 我們台灣民政會的 職業 有一天 我們要讓所有的人 老人也沒關係 所有的人都平定 有他們的日志 因為我們國家 這樣好好來經營 我們有很好的酒油 我們有很好的地方來做美軍 讓他來占領 他占領就買武器 來保護我們 帶我們去做兵 我們在美國 還有一個幸福快樂的日子 這樣才不好嘛 所以 我們要打招 這條路 一點都不困難 不用怕多 不用怕青 你不用怕 台灣人有三個特點嘛 要錢 怕死 要做官 做官 我們都有了 要錢 我們有錢 有酒油 工廠 都做美軍 人生還有什麼東西 沒有了 對不對 我們唸一個什麼 娶婆嫁公 娶婆嫁公 我也幫你安排 那個 厚手的金毛 十五十五 對不對 我們來厚才 都說營業 中國人看到說 這不是我們的地方 這樣拼起來也改良 這樣有沒有 好的鴨手 年紀大也不可以鴨 林孫 好 我會幫你注意 好啦 林孫 其實我說 我自從這樣推動 一樣 開始沒有在執行 那些人有幾個醫生 聽聽說去 說去 俄羅斯 金頭摩 去買女子一晚 生小孩 有耶 報告你有看到嗎 有嗎 我實在說得太早 開始有人去執行 但那些小孩我看得很可愛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嗎 小孩子好可愛 好啦 這 我也沒機會了 但我的好生有機會 我有一個好生 一個女兒 女兒 女兒已經結婚了 好生 我都在美國 好生還沒結婚 但是我呢 他都不會回來了 在美國大學都不會回來了 因為 他們覺得說 他就 很小就出來了 小孩 你說他要回來了嗎 他不會回來了 他說 台灣那種氣氛 他要回來了 不過我有時候跟他講 說 你不要說台語 你每次都不要跟我講話 所以 他現在是很很有台語 英文小孩就出來了 不過我的小孩 我高潔 頭腦也很好 其實我家的兄弟 跟我的孫子 都很高潔 孫子也都台大 台大哲學系 台大的資管 台大的法律系 所以小孩是都很高潔 但是小孩潔很厲害 人口齊一百分 我都沒有給他獎賞 我說你沒有什麼好 那種很驕傲 因為你們的DNA很好 所以小孩不要潔 你不要強迫 小孩不要潔 不是小孩的職業 你還記得我跟他講幾句 但是他不要潔 他有其他的長處 他不常做機械 很厲害 音樂很厲害 畫畫很厲害 所以你不要說不要潔 就不好 要潔 像我現在真的不好 好像一個高門 我美術我就不會 音樂我也不會 我不要講笑話給你們聽過 我 你不要聽到嗎 都不知道 要聽到嗎 這樣好 用兩分鐘 說 我音樂 我小孩三年級 暑假作業要畫圖 老師說要畫人 水彩畫 這是我很頭痛的問題 我知道他跟我的同學說 我三年 我跟二年 說 比我多一年 因為那個小孩很高的 畫圖 畫圖 有夠漂亮 水彩畫 人家在旁邊 就好 有夠漂亮 我說 我幫你寫暑假作業 所以暑假作業 我幫他寫完 半天就寫完了 我說 你給我畫兩張 他十分鐘就要畫好了 這十分鐘我畫了 我就開學 我就高出來了 你剛剛高出來了 我經年 我老師說 叫我那學期 要代表學校 參加畫圖比賽 那你 鬧氣 硬著頭皮 你跟老師說 老師 我這 叫人學的 我三年 叫二年的畫 人家 有天分 對吧 你如果說讀書 我很厲害 我沒辦法 所以音樂 畫圖 這兩個 我是人生裡面 很弱點 所以我告訴他 我小孩跟我讀書 那沒有什麼 他這樣好 所以他 你苛一百分都沒有獎賞 我們都沒有獎賞 你應當的 你阿姊 阿姑都很會讀書 你不要讀書 就有問題了 所以 不要讀書 沒關係 你會記得 在台北的孩子 他的專長在什麼地方 他在台北的專長 如果在台北好 他可以在社會出人頭地 所以會記得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 家長對孩子 不要讀書 這樣嗎 不對 我最好的經驗 要讀書 不夠 DNA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DNA 要怎麼改變全台灣的DNA 我就會說 混血 跟歐洲這邊 人的聲音很漂亮 混血 這樣 比較遠方的DNA 人造的 會更聰明 這是優生學 但是我不是希特勒 不是希特勒 強迫的 來的時候 在這裡讀書 如果主人 主人就好 如果讓亂來 如果結婚政府也送他一種房子 因為後來十八歲以上的 十五十萬 我們都要給他一種房子 東部的高鐵 絕對 兩年來 都要完工 不可能 做幾年 不用擔憂 國際標 一筋一筋一筋 一筋一筋 東西發包 分成十十 還是分成二十 這樣沒辦法兩年嗎 絕對兩年完工 所以那時候 全台灣 半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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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也去高雄 再飛去 會保持 英港山 我又回家 還帶什麼 如果後來 連東部也會這樣 那時候 台灣就沒有城市和鄉下之分 所有台灣的海岸邊 都從開放 中國人為什麼 怕人去住海岸 你知道嗎 中國人海岸邊沒有住 但是美國人 歐洲人 美國人都住什麼 海邊 海邊是最多 我在社會園 我也有土地也有家 我在社會園和土地在海邊 最多好 最多 就是為什麼台灣人 和中國人 都沒有要住海邊 因為 以前到現在的 中國人都是因為 海邊的人 有海賊 都從那裡先打 所以 住在海邊的人都先死 所以他說 盡量稍微去住 我們現在台灣 這麼好的地方 開放所有的海岸線 讓人民來住 讓人民住到很好的地方 很好的地方 不是 何必去管制 後來的建經 不是用人跟人建經 海邊的建經 是用網路戰爭 所以我經常跟各位說 你們現在上山 你們回去 一定要從台灣民政府 官網 要去註冊 已經有註冊 你去看看 差一半而已 所以另外一半 你要去註冊 當然 擁有一個習慣 每一天 一定要台灣民政府官網 都要去看 看有什麼新的文章 好像兩天三天 絕對有新的文章出來 我寫到要死 你也要稍微看看 你坐在家 電腦打開就要看 我就要寫到寫整個步 所以各位 台灣民政府官網 你看看 這邊 這邊想得很好 這邊 英文和漢文的 農總有 我現在反對成一文 讓日本人知道 選舉不一定代表什麼 民主選舉就真的代表人民的意義嗎 不一定 這不是我的庫的範圍 你給我看 阿伯繼續說 來 再來 這個東西 我們就要看歷史了 聯合國的海洋公約是1982年出台的 出台就是生肖遷的啦 越南是1975年獨立的 那在越南獨立之前 這個地方是屬於誰 誰的 屬於台灣的 誰的 他怎麼不知道 我阿伯的教 所以我們發現這個地方是在西漢時期 那個時候中國命名這個地方叫做千里長沙萬里食堂 那個時候越南是誰的 越南是我們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 再來 越南是我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 直到宋朝 這西漢又有這種事情 這就是用歷史 用感情 以前你是我的就是我的 阿伯結婚就會離婚 還不能擁管是你的 沒有 對不對 這這麼簡單的道理他不懂 到宋才的時候已經變得軟弱了 這個時代 我後面還要講到 宋朝這個國家非常有意思 和我們中國現在 有一筆 很有錢 很富裕 很軟弱 中國有錢嗎 不會建設中國 他有錢嗎 你去中國 別去中國走去看看 別去中國了 中國有錢嗎 他們的那個內陸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還沒有錢 沒有錢 對不對 他們的薪水也還沒有錢 現在馬英雄就是 要用台灣人的薪水去給他 現在給他千百而已 台學生一個月 萬百 說不到 萬百塊 現在是 他一直要把你抗下去 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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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說什麼人灌也一樣 因為你就是以前有這句話 所以說台灣人有這句話 什麼人灌也一樣 這樣跟什麼人灌都一樣 讓你薪水比較多 這樣後面的共產黨灌也一樣 什麼人灌也一樣 什麼人灌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越南是我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那個時候就變成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就變成附屬國 這個時候就像琉球一樣 因為在宋朝以前 我們在越南設的是郡 像我們現在設的一個神 一個地區一樣 叫做安南郡 這些都是我們給他起的名 到宋朝以後 他變成了附屬國 之後隨著中國朝代的更替 有時候我們中央軍隊過去 就是就把他滅了 滅了以後 他又變成我們的一部分 然後等到我們弱的時候 他又獨立了 等於是 說是放來放去 後來到清陶摔弱的 這個地方就被法國拿去了 大家非常清楚 大家一看近代史就知道 法國拿走以後 又被日本人奪走了 日本失敗後交給美國 後來美國又被日本人打跑了 越南才獨立 說到這個地方 這是為什麼 國際法有規定說 占領不能移轉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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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上不需要讓人說 建來建去變成併吞 所以從1830 1840 拿破崙時代以後 國際法律就出來 就是說你占領不能移轉租款 占領不是併吞 占領就要 你當地人改成民政務 Cible government 這個Cible government 後來就要用政策來向這個Cible government 要讓它自己變成一個主題的政務 這就是國際法裡面規定了 所以越南1975年才獨立 這些全部的歷史 所以我們後來講 越南和南沙和我們中國 相當於什麼關係呢 我說是相對於兒子跟老子分家 他現在長大了 是把硬的 他要獨立分家了 分家就分家吧 你可以把你的房子拿走 但是不能把老子余堂也拿走 余堂是兒子也要 人家可以拿走 為什麼不能拿走 你本屋的時候 人家的頭前有這根魚枯 你就想要拿魚枯 你要弄什麼 魚枯人的就人的 所以現在觀念 這西中國的觀念很奇怪 全世界僅有的動物 比較好 越南是我們中國一部分的時候 這個魚塘就是我們的一部分 你分家的時候 可以把你的房子拿走 我們並沒有講 要把魚塘給你 他就說 人家的房子前的魚 魚塘 魚塘 絕對是人的 這要更變嗎 這魚塘就代表什麼 代表裡面醬油 那魚塘是人的 你要不要說 我只要家給你 我魚塘沒有給你 拜託 沒有那些事情 接國際歡迎 這是我這段說完以後 咱們深圳衛士放的時候 把這一段給拿掉 拿得好啊 拿掉 那沒道理嘛 對不對 別人的 你想要把魚塘 魚塘給你什麼 總之人的壓吧 真的壓吧 白講了半天 半天 你白講一天也一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問題 講得非常通俗 它是真實的問題 我們應該明確 明確這一點 其實這差不明確 全世界都應該明確這點 這是老子的池塘 你們不能拿走 愛笑 其實到現在我就覺得 我們和他們將來在談判的時候 一定要拿這個例子和他講 這是我們的魚塘 你是不能拿走的 固然你現在把它站住了 那那站了是要還的 就像吳振宇所說的 出來混 遲早是要還的 你不能永遠不凡 就是這個問題 說這段你怎麼看有 看有啊 我看不見 真的看不見 那裡你們家那裡 你怎麼放的池塘是裡的 圓山飯店是我們家的 你會愛笑嗎 我說圓山飯店是我們家的 你怎麼都不會笑 啊 贊成的去手 當然也沒有 這沒道理怎麼會贊成 那是黑白講一場對不對 他說魚塘就是南海 南海是誰 台灣的 台灣有聲明過 1939年3月10號 3月30號 我們有向全世界公佈 我們把它改成 新南群島 西沙跟南沙 變成西南群島 現在裡面72的島 我們都要命名 非常清楚啊 你不能國際上 不能說點點啊 你不承認啊 你不能不承認啊 我們已經claim過了 如果沒有人到 我們發言的時候 跟claim 讓全世界通知 如果沒有人發言 就是這樣 很簡單 所以 像這件事 聽人說 像在西朗瑞說的 我們要按照國際法 像像歐巴馬說的 我們要按照國際法 日本的首相也聽說 我們要按照國際法 台灣民政府也說 我們要按照國際法 國際法是改革世界 紛爭的唯一法律和法則 我們在追求的 就是用國際法來改革所有的問題 因為我們台灣 我們自己本身沒有武器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要用什麼 用法律 用法律才能來解決 所有我們的作品問題 各位講到這裡 你們有注意嗎 現在是全世界所有領土的問題 發生在哪裡 在我們亞洲 這個亞洲 發生在哪裡 你聽清楚 大日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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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的土地是外國 北方四島 那個福海島 那個北海島 本州 九州 四國 琉球 包括 尖閣群島 台灣 澎湖 新南群島 這是大日本帝國的土地 當然包含朝鮮 朝鮮 朝鮮是在1905年 朝鮮的皇帝 朝鮮的總理 和日本的天皇 簽一個併合條款 所以他將主權保留 但是將管轄權交給日本天皇 所以在究竟和平條的第三條 以後就是說 朝鮮 日本放棄朝鮮的管轄權 朝鮮這個所在動立 這樣他可以獨立 但是台灣澎湖 是台青帝國 永遠放棄 包括主權 所有的東西都交給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 照國金發和平條的第二條 他就變成了什麼 他變成說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但是主權要留在日本天皇的手套 因為日本天皇 他有台灣這塊土地的主權 但是在究竟和平條約理念 他沒有受到任何的處分 很清楚 他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就是什麼 法律沒有規定說你犯罰 你等於什麼沒有犯罰 各位你不知道會記得嗎 幾年前 我親身經歷的 有一間補習班叫做培園補習班 培園補習班 有中山女中的校長 在做主委的時候 有發生泄體案件 你不知道會記得這事情嗎 但是培園補習班的老闆 後來沒有罪 連起訴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檢察官發現 他說 他本來用的名字是說 洩漏國防以外的機密 這樣給他起訴 但是路邊都沒問題是為什麼 是因為 洩漏國防以外的機密 沒有這一條罪的罰款的方式 沒有罰款 所以 補習班的老闆 叫做施文川 我告訴你 沒問題 法律上沒有規定要罰就沒有罰 日本天皇 在古金山負平條裡面 沒有對他有任何的處罰 處分 當然了 不用罰了 不罰了 等於他好像沒有罪一樣 所以他原來在馬關條 摘到的土地 和古金山負平條 以後那個土地的所謂款 仍然由他來繼續擁有 但是擁有而已 他在古金山負平條的第一條的米 他已經將日本天皇 他的國家的事情的管理權 交由人民所造成的政府 所以今天的日本政府 並不是擁有日本帝國原來的政府 已經用憲法改變了 變成一個新的日本國政府 所以這個新的日本國政府 他放棄教徒你來說 日本天皇 他所有的土地 這個新的日本政府 他可以來管轄 但是他在古金山負平條的第二條 把他放棄他的管轄權 所以台灣要怎樣 台灣這個時候 當然不是屬新日本政府的管轄 台灣這個土地 仍然歸屬於日本天皇 但是因為日本天皇 受到約束不能說話 但是他說不能說話 但是沒有跟他說 日本天皇不能猶豪 還是電腦 所以 就是要用他這點 來去把日本天皇 萬載萬載 要揮揮揮揮 就說要給你台灣主題 再說 這個憲主席 今天是日本政府 所以有的台灣人 聽我的口 聽什麼 台灣我的老婆 日本人 老婆日本人 所以我也日本人 我應該變成日本的國籍 跟日本政府搞 搞成 1986年 日本的高等法院 判決說 NO 補費 不行 因為他 心情的日本的國籍 不對 不對 他要心情什麼 日本天皇 日本大 大日本中國 日本政府的國籍就對了 你有清楚嗎 我現在說這裡很清楚 但是你要慢慢想 慢慢想 我講的每一段話 我會補償好這段 我會再說一次 給你更清楚 所以今天的大日本中國 所以我說 我們台灣人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陳主席是日本政府 那些人是日本天皇的國民 臣民和國民什麼人比較大 臣民比較大 所以臣民比較大 如果要跟天皇職受 要去祭拜建國神社 要走到頭前 日本政府割一條 因為現在日本的建國神社要求 政策跟我們說 百年八月十五 你台灣的內街 跟日本的內街 同時去日本建國神社參拜 我告訴你 但是要去 今年要先去 十二月二十 有去的我現在要給你去 對不對 你如果去 喂 現在日本 全日本都在運動開始了 說什麼 我來台灣是我日本天皇的 但是我說 等一下 日本天皇不是你的 是我的 你是國民 你也說 我怎麼變成臣民 廢掉 今天日本那些人廢掉 恢復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他開心有這個運動出來 所以我們十二月二十二 我們到天去走 我幫你保證 整個雞肉 絕對都擠得 在 我們去的這兩百 一定包在中 給你種作寶貝 因為我們去跟日本人 啟發 跟他們日本人啟蒙 你日本人 建政失敗 將你的大都破掉了 台灣人拿大行李 讓你變得有大 好嗎 好 好 你看 這都我們的人 我們都在廚房 你看 我們都在廚房 這從廚房 喂 這家駕頭 今年 因為我們去年初一次去 我感覺是初一次去 不太熟悉 但是今年下去 絕對不一樣 再到這個媽年的八月十五 全日本的人民 要整個旁邊給我們反映 沒有 整個旁邊是我 掛買書的 不是 要認真給你反映 因為我們跟日本人啟蒙 跟日本人給他們知道 說他們真正的新聞是什麼 他們說這個待續很聰明 他有說 他文春來也有說 因為日本 已經去美國 把他淹起來 變成太監的一樣 你看 他後面還寫 所以我 我這個沒辦法講完 你們要去看 所以 他的意思是說 日本人沒有那個什麼 沒有那個骨器 我們台灣人有骨器 台灣人是去國民黨 去用家的歷書跟你騙 六十七年 不然 國民黨你騙 美國都很重 我們本來台灣跟日本 爹壞 日本是全世界都怕 是世界一二月的國家 但是 日本 去給美國人掩飾 我們台灣人去給中國人掩飾 我們掩飾 我們的掩飾都沒有去 都沒有打 各位你會沒有打嗎 不會吧 要bern 香港站起來對不對 對 所以二月 二月醒 fifth 二月醒目 延長 retiring 多少人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是有冠写的 1947年发生 经过15年1962年 台湾省政府的警政署的司长 在省议会担保议员说 有侯靠的 没有人的 有12万6千 这是他的记录 12万6千 意思是什么 多少人 让你说 靠着3万人去做日本兵 做日本兵 没回来 加息 也要9万8万 这不是 这些人去哪 为什么去领台800万的补偿金 600万保充金 怎么这么少人 他全家给你买了 全家消灭 什么人要出来 谁会出来 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出来 所以这不可能 再来又白色恐怖 说一句话给你抓换 说一句话给你抓换 南区宣达团的团长 蔡菜园 他要来做军官 要来救命 但是当时他说 我只想要推翻中华民国 国民党要消灭 他都没想到这条法律的道路 所以他就弄错了 所以他叫乖十五年 还有两个位 三个位 出来 教乡很便宜 本来不知道 差不多独派 现在才发现说 我希望这条路才对 我这条路就对了 只有这条路 我们台湾人这里 真真正是走出来 为什么这条路 要继续走出来 原因是什么 很简单嘛 我走这条路 有危险吗 一点都没有危险 因为我后面的军头部 比它更大了 我后面是什么人 美国啊 美国占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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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照他的法律的規定 所以他怎么 他一定要去保护 他不是只保护我 在座各位 都是受美国的 军事政府保护 对不对 不用怕 现在怕的是什么 你不敢说出去 你就要不怕建设 要说 你自己说不对 人家跟你照 让你照 你像说 那灵狗还不熟 老板你人家印 印这句话就好了 反正你都还不熟 那就好了 待会他熟去一天 他就跟你拜到什么 你先知先觉 那些人是不知不觉 不是后知后觉 是不知不觉 所以不知不觉 你跟他说那些 有效吗 没有效 真的没有效 没效 不要紧 不要紧 我们不用两千三百万的人来说 我们只说几个人 好了 四十万而已 美国现在围出来 目标在那四十一万 我说四十万 比较简单 因为 三百三十五乘以十二点二五趴 四十一万 那其实我们稍微找到四十万 那我们所有分的这些人缘 几个四千名 那怎么简单没有 不不 对嘛很简单嘛 对不对 所以说的 我们在这个 已经美国的USMG 美国的军事政府 跟我们要求的目标在那 如果达到这个目标 美国就会将 台湾人民政府 我们在这个进行 美国会将台湾人的呼叫 来给我们 他现在 CRA说的台湾呼叫 就是台湾 台湾关系法 里面说的 台湾authority 的台湾呼叫 所以美国你说的那些话 你要听清楚 不是中华民国 因为中华民国 担任国担任国担任国担任是什么 ROC 你不相信 你担任国担任 你看看 再去有人有担任国担任 我看 真的担任ROC 但他要 台湾关系法里面的 台湾当局的人 给他免签证 也不是真的免签证 因为我们台湾两个人 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 和我们台湾的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f 台湾 所以你记得 他在免签证里面 CRA所讲的台湾人是 the people of 台湾 很清楚 非常清楚 不是people on 台湾的 所以美国人在玩游戏 但是伊沙虽然在玩游戏 但是台湾民政府一清二楚 我们不会被他迷惑 也不会被他迷糊 所以我希望说 各位你回家 你一定要在官网上面要注册 看我们的论述 最好是两天一天 每一天都去我们的网上 你知道我们的网上 现在一天的流量多少 你知道吗 一万人 现在一天一万人去你看 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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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大多你知道吗 你用不到的 中国人 我看他差不多 他都固定了 两个礼拜 有一天 做一帮 四天的 去我们的网上去看 我鼓起他们去看 是看一下 他给我们当署 我们所有的文章 这个当署文章 包括美国国防部 美国国务委 也是同样 有一个台湾修作 他也都当署我们的文章 因为我们的文章 虽然有一部分 是用英文下 但是有一部分 用文下 但是有很多 都是用汉文下 因为我们台湾人 要看都用汉文 所以 今天 哇 这么快就十点了 我已经说过 因为 我想这个 我知道有很多资料 要让各位知道 想不到 但是 我在这个地方 跟各位说 就是 我们大家 来在这个地方 要看一切 我再说一次 新台湾论 要不然 一定要去买日本来看 我发了 给你去工艺 这都是 花钱去印的 开支印的 要投 这都不是 亲戚拆的 人 我投的 包括我拆的 这个 代序所拆的 这个中国人拆的 我给你鼓勵 你要去看 他说的都失败了 所以 今天 这个区 要在这个地方 结束 我后面 是 台湾民政府 很厉害的一个集团 政治人的口 待会 最后的口也很有趣 再来 这个 这个 简章在这里 你如果要拿回 要拿回 你要把我发这么多 我再说一次 这真的是 血汗钱 拿多少回去 我都没关系 我脖子还要有 拿不够 脖子还不够 给你拿 你拿到一定 要把我炆 要炆到你旁边的人 这样好不好 好 拜托各位 谢谢 谢谢 吃起来 起来 休息